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在线访谈 从今年4月开始 在全党自上而下分两批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 凌日来 第一批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全面启动 有序开展 作为纪检监察机关和纪检监察干部 如何通过主题教育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践心功 今天 我们邀请到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纪检监察组组长宋寒松同志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宋寒松同志 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网友大家好 首先请您从纪检监察干部的角度来谈一谈对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认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为建设中国式的现代化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 提供了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 我们做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 是力量 是方向 是未来 更是我们的主心股 定盘心 党中央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 开展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题教育 正当其实 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 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 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们一定要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思想 作为纪检监察工作的政治引领和思想统领 贯彻落实到工作的全过程 各方面 用以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 解决新时代新征程 纪检监察工作 面临的重大问题 切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在主题教育中 要带着感情 带着责任 如期此刻地去学习 努力加强党性锻炼 不断提高党性修养 要学身悟透 坚持好 运用好这一伟大思想的世界观 方法论 和贯穿其中的立场 观点 方法 使我们的工作思路 工作举措 更加科学 更加严谨 更加有力 更加有效 要在深学中 更加自觉地 深刻留两个权利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要学出忠诚和坚定 学出干净和高尚 学出责任和担当 学出思想意志行动的统一 学出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的宏伟力量 作为纪检建台干部 我们都要自觉向习近平总书记看齐 做到我将无我 无富人民 立志以身 许党许国 报党报国 要挺起满墙热血 斗志昂扬的经济神 心怀敬畏 如临如履 不辜负习近平总书记 党中央和人民的期望 赴汤蹈火 再说不及 作为纪检监察机关 要把开展主题教育 从纪检监察干部队伍的教育整顿 结合起来 从强化政治监督 深化政风 数据反腐 结合起来 努力在学试用 贯通 直信型统一上 下更大的功夫 推动纪检监察工作 高质量发展 作为派驻纪检监察组 不但要抓好自身的主题教育 做表率 还要把监督 驻在单位 深入开展主题教育 和教育整顿 作为重要政治任务 推动 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的 各级党员 干部 切实用党的 创新理论 统一思想 统一意志 统一行动 今年2月底 全国纪检监察干部 教育整顿动员部署会 在北京召开 全国纪检监察干部 教育整顿开展以来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坚持以学习教育为先导 自觉接受 刻骨铭心的革命性锻造 和深入灵魂的精神洗礼 那么下面请问您 这一方面有什么心得体会吗 开展全国纪检监察干部的 教育整顿 是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 着眼锻造 堪当新时代新城城 重任的高素质 纪检监察干部队伍 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充分体现了党中央 对纪检监察干部队伍的 高度重视 严格要求和关心厚爱 纪检监察干部队伍 是党的忠诚卫士 纪律部队 是推进全面从原制党的重要力量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肩负着重要使命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开展教育整顿 以最鲜明的态度 最有力的措施 最果断的行动 坚决查出两边人 坚决防止灯下黑 锻造忠诚 干净担当 敢于善于斗争的 纪检监察铁军 事关坚持和加强党的 全面领导 全面从原制党 党的自我革命 高质量推进 也事关 中国式现代化 行稳支援 这是纪检监察机关 坚决拥护两个权力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的实际行动 是以自我革命精神 从严整出队伍 坚决清除害军之马 拥抱铁军本色的具体举措 也是适应新形势 新任务 新要求 坚定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 职责使命的现实需要 我们要深刻认识 开展教育整顿的重要性 必要性和紧迫性 迅速将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 自觉接受 刻骨铭心的革命性锻造 和深入灵魂的精神吸力 进一步学董诺通 坐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思想 坚定不移 拥戴核心 信赖核心 忠诚核心 拥护核心 把对两个确立的坚定拥护 转化为两个维护的自觉行动 在思想上 政治上 行动上 始终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以对党的绝对忠诚 为民的实心做事 让党中央 让广大人民群众放心 在推动教育整顿 走深走实方面 您认为 派驻部门有哪些可为 哪些不可为呢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批示 党中央专门制定和印发了意见 这为我们开展教育整顿 提供了根本的遵循 也为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 指明了方向 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 对开展教育整顿 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部署 我体会 坐深坐实教育整顿 要深刻领悟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 站在服务保障党和国家 事业健康发展的高度 要始终保持清醒和坚定 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 和刀刃向内 自弯腐肉的勇气 严格对照六个是否 自查自咎 打扫庭院 胆除灰尘 纯洁思想 纯洁组织 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知道权力是谁赋予我们的 权力是干什么的 明白为谁用权 怎么用权 坚决防止公权私用 以权谋私 滥用职权 任意行权等问题的出现 要全面准确把握 教育整顿的目标任务 方法举措 强化组织领导 结合工作实际 统筹推进 严格要求 严实举措 务求失效 要与落实中央纪委 二次全会工作部署 紧密结合起来 推动正风 素季 反腐等各项工作 全面深化 具体到我们派驻到 中央和国家机关 纪检检查组 要求失效 建真章 就是要把 使命 责任 摆进去 落下地 中央和国家机关 在党和国家治理体系中 处于特殊的重要位置 是推动 党中央治国理政 管党治党决策部署 贯彻落实的领导机关 中央和国家机关 干部队伍的政治素质 思想觉悟 履职能力 纪律作风 直接关系党中央形象 关系党的理论和路线 方斩政策的观测落实 对各级机关 以及其他领域 都具有风向标的作用 这种特殊地位和作用 决定了派驻监督的特殊使命和任务 决定了派驻检监督组 开展主题教育和教育整顿 必须与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结合起来 与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 批示 指示 精神 与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结合起来 与住在单位工作实际 结合起来 特别是要抓好学习贯彻落实 习近平关于城市工作 论述摘变的政治监督 支持 保障 住在单位呢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 实现高质量发展中 发挥好作用 就拿住监部来说 确保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 是党中央赋予的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 我们呢 确定监督重点 推动 住建部 把它当成头等大使来抓 坚持房租不炒 定位不动摇 增信心 防风险 促转行为主线 即发挥好房地产业的 在稳经济中的支柱作用 又防范一些地方 把房地产作为 短期刺激经济的工具和手段 同时 有效地化解 房地产风险 坚决守住 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大力推动 房地产业 向新发展模式 平稳过度 总的来说吧 我们纪检监察组 开展主题教育和教育整顿 就是要把成果体现到 派驻监督的实际成效上 用推动住在单位取得 更好成绩 事业更好发展 来检验纪检监察工作的质量成色 请您具体为我们介绍一下 诸部纪检监察组 开展教育整顿的特色做法 还有下一步重点工作是什么 派驻监督工作的自身特点 决定了我们开展教育整顿 必须结合自身实际 以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措施 来确保成效 为此 我们深入学习 认真细化 教育整顿的工作方案 坚持既做实规定动作 确保不露相 做到位 又拓展自选动作 体现派驻监督工作的特点 特色 确保教育整顿工作 走深走实 在学习教育阶段 我们坚持深学习 实调研 抓落实 在落实好伪机关实施方案 确定的理论学习任务时 一方面 把学习 习近平关于城市工作 论述摘编 和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住建工作的 重要讲话指示 批示精神 作为重要内容 再一方面 我们统筹加强 对住在单位 纪检机构 教育整顿工作的 指导和督促 上住建部的党组 明确了住建部 参加教育整顿的人员范围 和具体方式 建立了联合集中 学习研讨的制度 统一学习安排 共谈学习体会 共同讲专题党课 共同做廉政教育报告 广泛交流和研讨 相互促进 共同提高 马上就进入了 检视整治的环节 我们持续深入学习的同时 认真落实 自查自究 清理整顿 问题整改等各项要求 并结合大型调查研究 深入开展 住建重点工作的调研的契机 广泛征求 住在单位党组 机关司局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建议 主动接受各方面的监督 确保教育整顿 取得更好的成效 今天宋寒松同志 深入介绍了 对主题教育和全国基检监察 干部队伍教育整顿的思考和做法 非常感谢您的介绍 同时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